我們這組不同 女安西不同請說 因為其實他們來會有很多社會的安全問題 然後英國的例子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例如說他們來然後他們覺得不要在他們家就好 這樣對他們12次傷害 他們既然都被台灣人接受說你可以來住我們家 可是台灣人的心態並沒有那麼健全說 可以接受你到他們家來 而且如果說他在那個不喜歡人的隔壁村的話 那是不是也會受到排擠 就是另類的霸凌 就是在台灣其實霸凌資金也很多 然後而且台灣人需要幫助的也有很多在路上 例如說一些奇套人或是什麼之類的 都是還是需要被幫助的 那自己台灣都還沒有那麼的健全說 把自己內部都整訂好 你就去接納一群更需要的防住的人 這樣對他們來說並不一定是好的 不讓他們去別的國家可以被接受 因為我覺得我們 你覺得我們現在的證 我們現在全台灣的那個社會福利制度 並沒有那麼好 並沒有那麼完善 我們還有很多問題 在那個之前這樣的前提一下 我是覺得是要做通販的考量 是沒錯 我覺得很好 好 下一組 請 我們正組是贊成 因為就是他們來這裡 然後我們可以加明說 與其給他們魚吃 不如叫他們走釣魚 所以就是給他們工作機會 然後我們付薪水 其實我們也有得到收穫 就是我們事情完成了 可是他們也有得到他們的薪水 對 我覺得可以另類變成說 給他們工作機會 但是像是什麼工作 我覺得我們哪裡缺工作嚴重 你就會可以給他什麼樣的工作機會 農業 農業 重點 就是性 但是我是覺得他們應該也會 你可以學到一級之長 對啊 他們學會最近第一級菜 我覺得是沒錯 你可以考慮到以工換工 然後又不是說廉價勞工 那一種 對 不一定要做到家裡 可以去改一洞 給他們一起去改一洞 再加上我們現在最缺 最多工的應該也是這兩組 很好啊 很好啊 那直接幫我們想去一個解決方案 好 下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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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講捏 距離下課時間只剩三分鐘 我們再等剩下的四組 這組 有在等剩下的四組 還有一份 我們再等剩下的四組 我們這組是贊成 因為 台灣其實沒有人 然後 其實台灣有很多 食堂團隊 然後 八八風災那一次 其實很多山上的那個 原住民們 都 失去他們自己的家 那阿里山那裡就是一個算蠻好的椅子 政府在山底下幫他們重新建造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社區 那邊有幫他們設置那個旅遊服務中心什麼 提供他們商 就是提供他們那個可以工作的機會 然後也提供他們那些資源讓他們可以繼續生活下去 那他們也是獲得自己自主的生活這樣 我覺得這對臺灣其實並沒有傷害 所以我覺得如果難民來到臺灣的話 也可以照辦理 對阿我是覺得可以讓他們能夠確定能夠生活 然後能夠延續下去靠自己的能力延續下去 然後也可以幫忙這邊建設的話是很好的一個方案 沒錯很好謝謝 下一組還有三組 來 我們這組是不同意 因為我覺得我們都有覺得臺灣先考慮到現實面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人口密度其實是可以很高的 而且在這麼有限的環境裡你要再接受其他人的話 其實也不會把會覺得做造成我們的困擾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臺灣的貧富不均也是存在這個問題 所以與其把潛用在外面的人身當中標先處理臺灣社會底下的一個困難 但是有一個單數就是也許我們可以在很龐大的難民數量裡面 接受一些我們可以接受的人數 用在於就是我們可以限制我們仲介已經外勞的數量 然後將難民的數量用在就是限制了那個人口上面 就是也是可以給他們一個工作機會 然後對我們也是有利益的 因為德國也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接受難民 但是問題是以風代供 很好 謝謝 還有兩組 這要下次起身快點 因為我不是臺灣人的 就是我住的地方是澳門 就是其實我是同意澳門可以接受難民 但是要看他的人數大概有多少 因為我住澳門就是其實他的面積就是比貴人還要小 所以土地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那邊的經濟是絕對可以接受就是可能一千個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那邊的賭藏的稅收也真的很多 所以而且就是他們來到我們也可以解決他們工作的問題 就是我們那邊就持續的會建就是建很多賭藏 然後也有一些很大的工程 然後就是那些就是會請很多那種人 但是本地人幾乎都不會去做那種 因為會比較地下地下地階層 但是那個薪水真的是很高 但是沒有人去做 所以難民如果來了其實都可以做這些工作 而且他們的薪水也不會太低 但是土地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 很好 謝謝 其實澳門的問題跟我們一樣啊 我們就是很多都覺得好像是低階層工作 但是其實那個工資是很高的 但是就是勞力上的工作 然後但是的確我們缺貢的地方就是在那裡 也是一樣的問題 我們這種是不贊成 就是還是在資源分配上的問題 畢竟我們台灣也有一些需要蠻多幫助 像有乞丐啊 他如果說我們都不 我們都不幫助我們自己的國民 反而是先去幫助國外的難民的話 這樣也說不太過去 然後另外一點就還是那個治安問題 我們台灣治安也沒有說很好啦 對 如果說又有國外難民進來的話 如果說又衍生出一些其他的犯罪事件的話 反而會造成國內的東大不安 說得很好 謝謝 謝謝 謝謝